我们觉得这个吃饭的过程很漫长 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预计了Orpheus的Tini 主要是吃Omakase 但是它是中菜的Omakase 所以有机会去试试 我们身后有一个设计 看上面的人说它设计得很像榴莲 原来它是一条龙的设计 它是一个龙身的设计 我们去看看 这个是六道菜的menu 这个是八道菜的menu 八道菜的就比六道菜的多了两个 我倒写了一杯茶 不知道它会不会给多一杯 可不可以给多一杯茶 谢谢 它是一杯这样 你看到一粒粒呢 应该是雪梨来的 等我试试 它刚刚说很好喝 这个餐厅呢 就是无菜单的 那因为价钱其实相差一点 是不是都来到了 那我们就选了八道菜的 而且本身比较大吃的 本身比较大吃的 第一道菜呢 就是这个 其实它跟普通护菊有点像的 有个黑松露醬在那里调味 它就建议我们先吃蠔 再吃这个类似沙律的东西 这个吃东西呢 每一样东西都很有次序 每上一样东西都会告诉你 应该由哪一样东西吃起 才是一个最好的感觉 应该是鱼 不知道会不会是左口鱼 那些 柔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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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的 但这个是第二个吃 我们先吃蠔 好像我的新年直鱼 咦? 金蠔 不会很漏 反而很juicy 我觉得 这个是一个炖汤 今天看新闻 有个女人吃完羊肚菌之后 又饿又牛 然后第二天 就走了 今天我才会说 不会再乱吃羊肚菌 这件事 不要喝了 里面也有多少年 我看到有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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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应该选择八 我们刚刚喝到这个汤 已经超饱 超饱 超饱 本身比较大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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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它就上了一个蟹肉 这个吃饭的过程很漫长 好像东西吃完都吃完了 我发现原来我都不是真的很大吃 吃完八道菜之后 它就会推一辆甜品车过来 那你就可以选择你想吃的甜品 其实这餐饭是好吃的 不过我想吃的吃不到 因为我本身是看到 别人有个烧鱼狗 我超想吃 但是今次我的肉 是烧肉 所以未必可以吃到 别人吃过的东西 吃饱了 现在回家 希望你们喜欢今次的影片 记得给个like我 和subscribe我的频道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